假如遇见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你会怎么做呢 是事不关己还是伸出援手 先石鹿公交的驾驶员陆伟 用他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像我们一般碰到这种 老恶病残孕以及抱小孩的乘客 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助他 西安石鹿公交车驾驶员陆伟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3月28号中午12点半左右 他驾车行驶到西安市连湖公园站 车下一名乘客引起了陆伟的注意 乘客上来的时候他单腿蹦过来 因为双手也是 我看上去好像是残疾的样子 因为也没有主拐杖 我看他行动非常不方便 旁边也没有家人陪同 我把他主动扶上来以后安排座位 这名乘客看起来50岁左右 戴着一个口罩 仅用单腿蹦跳着来到公交车前 商车得卖两级台阶 显然很艰难 路尾健壮赶紧去蝉扶 车上乘客也伸手帮忙 将乘客送上座位 看到乘客坐稳之后 路尾才启动公交车继续向前行驶 等到达了乘客的目的地康复路站 路尾停好了车子 又来到了对方的座位旁 然后我走到跟前以后 我说心想 你这一个腿肯定不也会牵扯到安全问题 然后我就把乘客背下去 我问他到哪 他说把我放到路边就可以了 把乘客背出了十几米远之后 路尾才回到驾驶室继续营运 这样一个暖心的举动 也被车上乘客用照片记录了下来 发布在了微博上 引来了不少人的赞誉 人间自有真情在 还是好心人多啊 春天真是一个充满爱的季节 我要去坐十路公交车了 对于路尾来说 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一贯奉行的与人为善罢了 都是举手之狼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上微博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希望广大乘客与司机们 以后后面这样的情况 伸出援助之手 去帮助一下他们 给他们多一点爱 多一点关怀